看看新闻网 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行走还是旅行 其实他们的差别 其实在你内心的一个 看事情的方式上面 作为一名耐力的代言人 还需要见缝插针的 为产品做广告 你问他旅行箱里装什么 他会告诉你装记得书 旅行时候用什么化妆品 当然是自己代言的化妆品 男演员虽然是 这个不是那么多的化妆品 但是我自己 还是有很多的化妆品 例如我自己代言的 那在旅行箱里面 除了我们必备的生活用品之外 我自己很希望能够带上 放音乐的speaker 还有一些书 当然很多人说 演员又要看书 其实真的还是在看书 看什么类型的书呢 那我就跟大家推荐 我们今天刚刚上市的 我们目可杂志 瞧瞧这眼神 把自己都给说笑了 这让小编忽然想到了 最近接下两亿广告代言费的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 人家要么不代言 要带就带最贵的 一举赶超了咱们的 长腿欧巴 李敏昊 金秀贤 两亿的谈成是这样 就是说它是每年两千万 这个代言费 十年还是两个亿 但是这个钱 我都捐给了我的基金费 就是我把我的代言费 拿出来一半 放在那个地方 你厂里拿出来 就不肯钱了 放在那个地方 一旦有了问题 有了纠纷 说不清楚的时候 先用这个赔 然后最后是谁的责任 在递与谁的责任 你到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厂家 会哆嗦的 没有那么大的底气 一人代言 本来就该这样 不为报广告上大腿 只为良心代言 为诚信加分 也为消费者们负责 各路明星们 你们学会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